哈囉,大家好,我是Luncom的朋友們好 那麼今天我們會帶來天王星的攻略解說 那這張卡片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有玩水手月亮,至少可以刷一張喔 因為這張卡片算是水手月亮如果要解純光人成就 可能會帶著隊員之一喔 雖然說他主動技能原本水手月亮都有了 所以說這個解敗能力並不能幫整個合作加分多少 但至少是可以拿來解成就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刷一張這個天王星 那並且天王星也是解索免費的女王跟國王的一個重要條件喔 所以如果說你有抽10抽系列 要拿到免費的這張卡片也可以把天王星給入手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為大家介紹這次的挑戰內容 那這個大家可以點左上方進入這個挑戰喔 那分別分LV1跟LV2 那LV1通關6次可以拿到所有的獎賞 LV2通關5次也可以拿到所有的獎賞 所以如果說你要拿所有的獎賞的話 記得要來挑戰這個內容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為大家帶來LV1跟LV2的獎賞隊伍 好那首先是LV1的獎賞隊伍 我們就準備全合作的配置 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LV1這邊一進關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手轉的動作 一進關的話是5COMBO盾 那這隊直接內建無視固定連擊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手轉就行了 好那手消6COMBO停掉到7 直接帶走沒問題 做全體攻擊 那至少要消到光或星珠才能夠無視固定連擊喔 好那第二關這邊我們直接開金星的一個主動技能 然後並且再開變身 接著變身後的2技能 固定版面 拉個角色珠 這邊就可以直接解這個連擊盾了喔 好那這裡的話就一套招式送給他 送他下去 來到了第4關 第4關這邊的話我們必須 可以開副隊長的變身前1技能變身後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手轉喔 那建議大家這個一定要消 包含天降要消15顆星珠喔 這樣又可以再次的減CD 好那基本上這隊是無視固定連擊 所以就直接帶過去 來到第5關 第5關這邊我們直接開金星的固定版面 不用轉珠直接帶走 相當無腦 好那這裡通關之後我們就來到了王關 這邊有王一的部分 這裡的話我們就先開 水手月亮的1技能 再開另外一隻水手月亮的固定版面 2技能 這邊直接不用轉珠 好帶走 沒問題 好那來到了王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水手月亮的2技能 不用轉珠帶走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LV1速刷的一個劇本 那這個劇本大概就是2分鐘可以刷一場 我非常的無腦提供給大家 接著的話我們就為大家帶來LV2的一個速刷攻略 那麼接著來到LV2 那這邊一樣是用全合作的配置來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攻略解出 好那來到LV1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我們一進關先洗個技能 最好是洗2回合 好第二回合我們可以用光珠做起手珠子 這樣就可以幫你轉出光人珠 這樣我們就可以來無視 固定連擊盾了 好那這裡的話天降到六康直接帶走 沒問題 那現在我們進入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我們可以開變身 變身前1技能加變身 加變身後的2技能 固定版面要記得有消到木珠 要手消全木帶走敵人 這個紅綠燈的位置不固定 所以大家要依照自己的紅綠燈去做判斷 好那來到了第三關 第三關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再開固定版面 並且把水珠隔開 這樣我們就可以帶走敵人 那由於我們剛才變身 所以這邊不會被休眠 好來到第四關 這邊我們開變身前1技能加變身 加變身後的2技能 固定版面直接帶走敵人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基本上這個劇本是蠻無腦的喔 大家大部分時間都是固定版面 好那我們緊接著進入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裡的話是數字盾 那我們可以開 隨手一樣的2技能 照著畫面中的方式轉 直接不用理數字盾帶走 好來到第六關 第六關這裡的話 我們內建無視連擊相等盾 所以這邊隨便轉就行了不用管它 好那來到第二條血條 這邊也是隨便轉就行了 因為我們本身 我們只要有消到光或者是新珠 我們直接無視固定連擊 那這隊的平砍傷害是相當夠 好那這邊就直接帶走敵人 來到第七關 這邊換了一個隊伍喔 好那第七關這裡的話 我們先洗一回合技能 好那緊接著這裡 我們有幫你轉出暗人珠之後 我們再開始手轉 傷害會比較高喔 好那這邊來到了 下一關 非常順利的來到第八關 第八關這邊我們可以開 土星的主動技能 那並且這裡呢 除了最上面一橫行六顆珠子之外 下面我們還要再多消兩組珠子 就可以到達八COMBO了 所以這邊 其實 只要 稍微手轉一下就行 也不太 怕他會燒太痛啦 可以稍微轉一下 好 那 緊接著來到第九關 第九關這邊的話 我們先洗一回合技能 好緊接著 被他打一下之後 我們這邊再把場面上面 所有的暗珠給消掉 直接做手轉的動作 聽到到九COMBO 直接帶走敵人 沒問題 好 那緊接著我們進入到下一關 在第十關這裡 我們直接開 精心的固定版面 不用轉珠 直接帶走 好 那這裡的話 相當輕鬆 來到第十一關 第十一關這邊是連擊盾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轉兩回合 轉兩回合 他這個連擊盾就直接不見了 好 那第三個回合我們再開始打他 那這邊有個小訣竅 建議大家先 儘量的把場面上面 所有的暗珠留下來 因為下關要消暗珠 好 這邊稍微轉珠一下 直接帶走敵人 好 那來到了王關 王關這裡 我們可以直接先開木星 先開土星再開木星 那木星的部分的話 我們消木珠就可以增加combo了 那大家也別忘了 盡量多消點暗以及星珠 那這邊稍微手轉一下 就可以帶走敵人 好那來到第二條血條 這裡的話我們先 先被他打 好等到敵人身上90%防禦的時候 我們再爆發全開 基本上金星最後開 然後照著畫面中的這個方式轉 就可以直接帶走敵人了 好那我們最後龍科也給他開下去 保險一下 好那麼以上大概就是 本次LV1 LV2挑戰的一個內容啦 如果你還喜歡這種語音講解的話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喜歡 也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我們現在正在充40萬的訂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